來看台南學家中北大是我們國家重要的民宿 今年有來自國內外一百空五間宮廟參加 今天開始出順三天 以後上有第一次是人家庚的鴨鴨町的頂頭 但是也因為這個計畫 又剛才好好客氣 要找一百個頂頭的小孩是很難找 後來學家的好好拿錢來客氣 還有信仲來贊助 再順利出頓 排幾十公廁鴨的鴨鴨町 頂頭坐每一個新檔都蒸了這麼多錢 還以古早風帝大冠也是武將做主題打扮 這是國家重要民宿的客家一百多 結構三十個客家香今年就在四月十七起床 這是我們這邊的傳統 我從小也是都有做 想讓他去體驗這種感覺 不過因為小主法又剛才還在其中科 不然剛剛難找連新檔都差一點找不到人 真正抹夾二十字的 最好是地方人宿出一出一 好好也配合地方重要勁電才跟人找找 那今年剛好有幾天會有跟月考可能會重疊 那因為我們為了讓小朋友可以參與我們的文化的活動 所以我們有把月考提早到那個讚白教的前面來進行 鴨江町是兩頭訪問用十八塊茶坊到的 人力也很重要 三十六座的新檔三日就要有100公佈的人 還跟UB的更工一日就要將近三百人 今年是非常艱難 因為一個小孩 一個小孩帶出來 一個小孩坐鴨江 一定最起要帶兩個大人 鴨江一班有七十幾個 一天要三班都要用200幾個 今年比較低速的 因為我們怕說都有鴨江的問題 所以說今年特別有差很多優美的 早年雅江町在地人是想要做 照辦的價值不一樣 要站著廟宏的錢也不一樣 還有人對五歲坐九十歲 好像在收集價值一樣 現在受到小主法影響 今年人更難找 還要協調好好提早科技 就算是這樣廟宏強調 會盡力把文化團成下去 繼續綜合報道